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加一个原住民的话 有一席的话 一共是有三席 那台联的部分呢 也近9% 所以这次呢 其实呢 表现得也很不错 呃 同时我们继续也要带您来看一下 在今天 其实各个候选人呢 一大早呢 也都是忙于来这个谢票了 那么 接下来我们还有哪一些这个选情的这个重点 我们接下来交给主播 呃 这个刘英秀要来告诉您 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手版 我们看到呢 在第八届立委版图的变化 刚不是讲到吗 刺客成功 国民党的江启臣 他赢了民进党的郭俊明 那当然这个有部分呢 这个我们讲成虽败尤容好了 比方说新北市第一选区的何博文 那么何博文呢 他赢了这个吴玉生 这个何博文你看九万零一百多票 吴玉生是十万七千多票 好 嘉义县第二选区 陈以珍输给了陈明文 结果呢 我们看到在画面当中 这个陈以珍输给陈明文 那输 输得不多啊 真的有讲是不简单啊 再来看呢 这个台南市 这个第四选区里面 苏俊斌是输给了许天才 想想看许天才在地呢 这个苏俊斌 结果呢 只是小输啊 这次呢 其实呢 虽然苏俊斌他对于自己的败选 也是情绪激动面对选民的支持呢 他也是曾经哽咽在昨晚 不过 的确这些呢 都算是输得很不简单了 我们看到这个 神不雄 神大佬也在点头了 刚刚你好像有话说讲了 没有错 你刚刚举的例子都让我敬佩啊 你看苏俊斌就是一个典型的展现技巧到意志的 就是说在艰困地区 你一定要有勇气为党作战 而且没有钱也可以打出一个漂亮的局面 这不是苏俊斌 江启臣 还有那个曾立文 那你说陈以珍打得不错 还有那个江启臣打得不错 他们都有很庞大的家族背景 所以不是没有原因的 但是国民党不要泄气 因为在南部 其实他的提名 比民进党在北部提名要好得多 你看民进党在台北市的提名 真的是大混蛋 你看一个区 我的区没有人代表民进党 然后呢 提了五个议员 然后提了一个打棒球的 还有提了一个唱歌的 这样的提法 你在台北市能够不输吗 这是谁的责任呢 我告诉你 谢昌廷的责任 谢昌廷就私心自用 不是他看得起的人 不是他的人 他都不提 宁可提给别人 宁给外人 不给自己的 这个谢昌廷你真的 你不要跑 你要负很大的责任 说了就有气 请喜怒喝喝点水 我想这个 这一次的这个选战啊 那个从选前啊 一直到选后啊 有关刺客效应啊 就一直是媒体在观察的啊 那相对来讲的话 其实刺客这个名词啊 我想大家知道 我们是引用那个日本的日本媒体 他们用的 探字的 用过来 但 换句话 你就说日本的这个刺客 那个时候派了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新秀 那来自各行各业的 结果他这个战果非常的卓著 所以也刺激了这个台湾这边啊 然后包括政治上也是 那媒体上也用这个刺客 但你光就字面上 如果以这个中国字来看的话 刺客本身这两个字就蕴含的 就比较悲壮的 荆轲刺刑啊 对 那大家都知道史记里面的五大刺客 刺客列转啊 你要嘛就是成功啊 要嘛就失败 即使成功呢 还走不了 一样也是现场被乱刀砍死 那但是你回到政治上来看的话 这个刺客啊 本身其实并没有那么悲壮 那我想它比较在于 这一次这个刺客大家观察嘛 我看到这个有些媒体上面就讲到说 这个刺客的这个战略或战术 未能突围 不算成功 但我觉得说 刺客本身的成功 成败的定义不能只看那一集 因为很多刺客 好 我们又回到刺客上来讲 历史上刺客 他只是把那个头头干掉 但是他那个震撼的那个力量 本身就会导致他的这个成败 刺客没有第二集 对 成也死 败也死 他人死了 对不对 但他带给他那个组织跟那个党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看后面 就是你既然是叫刺客 我们刚才也讲了 你怎么可能期待说这种空降的 具有勇气的 具有胆略的 他一集就 他能够不但是让对方避命 而且自己还能全身而退 这种是很少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看 国民党这个刺客 刺客的这个效应 应该是说 把它结合到国民党整个 要改革选举文化 跟这个党务革新 他所带动这个气势 还有特别是马英九身边的 这几个号称是他爱将的大学 就国民党其实要传递的讯息 就是说我就是要改革 所以他的成败 不能只看这一次的 这一集有没有上 何况他选得这么漂亮 我想他所带动的这个讯息 清新的讯息 跟带给这个社会的 一个对国民党正面的这个形象 跟震撼力 是非常的滑得来的 那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国民党要脱胎换骨 我们勇于改革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 在今天有最新的现场连线报道 时间交给主播刘英秀 英秀 观众们你好 欢迎收看202马选选选期解析 特别报道 我是刘英秀 今天呢 包括昨天大选结果已经出炉了 今天我们中天新闻 随时持续为您做观察 好 首先来看到的是 包括这回蓝营呢 在国会的席次 拿下过半64席 而一大早 立法院长王金平也到现场 他希望能跟各个胜选的候选员来致议 而且第一站就选择到了立法院 我们立法时间交给记者林扎言 好 主播以及各位观众 这次立委的选举呢 国民党拿下64席 比上线的减少了17席 而且呢距离过半67席呢 只有增加了7席左右 大家都很担心说 接下来的议事运作会不会出现问题呢 立法院长王金平怎么说 一起来听听看 国民党有类为减少 但是还是能够维持过半 那么有一些友党可以来继续支持的话 应该还是很稳定的一个过半 那未来运作嘛 我们也希望表示着三大原则 经常强调的 第一呢是尊重 第二是包容 第三是接纳 好 听到了王金平表示呢 虽然席次呢减少了17席 目前是64席 但是呢还是希望能够和亲民党的三席 不分区立委进行合作 也就是达到67席能够稳定过半 把镜头先交还 捧内主播 好 你看到这是王金平最新的说法 虽然面对席次略远 略微的减少 但是整个席次在来营 在国会还是过半的 他希望能够跟亲民党来合作 稳定的在国会这股力量 不过呢这回国民党立委 很多人呢就寻求连任 但是呢却是重见落马 但其中还是有人追求着连任成功 在目前最新的状况 国民党立委呢 赖世宝他是连任成功 出面来卸票 我们一个马时间交给记者许副 好的 那么今天的天气呢 虽然是一羽绵绵 不过赖世宝竞权总部呢 一大早就聚集了很多的支持者 来庆贺当选 那么疫情人呢 也从早上的九点半就开始呢 从总部出发来进行扫结拜票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稍早的访问 不过一扎城啦 这个很辛苦 学的非常辛苦 那各方面的指教也非常多 那也有人在给我挑战一些议题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 我都把他们的意见纳入 我在未来的四年推动的一个努力的方向 例如说这个现在外界很关心 这个贫富差距如果进一步缩短 我想大家会享受碎市改革 这部分啦 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琢磨地方 另外呢 赖世宝还特别提到了说 呼应马总统之前所提过的缩短贫富差距 他说呢 这一次他在未来的任期之内会特别努力的方向 另外他也提到了九二共事的重要性 他说呢 这个是增进两岸关系的关键 之外呢 他也非常感谢这次的对手 包括民意党的提前选人阮昭雄 他说呢 在昨天选举结果公布之后的第一时间之内呢 阮昭雄就打电话来庆贺他恭喜他 他说呢 这一次的过程当中 其实两个人都从对方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以上就是几个掌握的最音情心 把镜头交换口内 好 你可以看到赖世宝呢 出面来卸票 而目前这个蓝营哦 在国会的席次虽然是过半 但比起上一届 却是减少了17席 目前包括立法院长王金平 也很希望能够跟范兰哦 来寻求整个合作 来稳定国会的力量 以上就是目前这一节呢 包括2012 麻省选 选情解析的最速报 先把时间交还给益晴 好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立法院长王金平呢 那么他未来是不是可能 在面对这个国会 这个蓝绿的 或甚至我们讲第三势力的这个版图 他也必须要扮演一个非常关键而重要的角色 要让这个多元的声音能够出现 但是也必须要保持这个立法院的这个 应该说是平和吧 我们毕竟未来是不是会看到一个 这个厮杀对决的这个竞争啊 这种情形还是会重现 我猜句了好 王院长是有办法的 只要他愿意干 所以我要学李登辉的话 国家就交给你了 拜托 立法院是多元 是那我们讲这个立法院呢 我们看到现在呢 刚刚讲啊 国民党还是过半嘛 64席 民党40席 那么另外呢 在这次清明党 你说宋楚瑜虽然选总统输了 可是呢 在这一次呢 看到这个不分区的部分呢 拿到了两席 因为他已经跨过了5%的门槛啊 那再加上这个原住民一席的话 他就一共有三席立委 此外呢 这个台联 台联也有近9% 那么他也拿到了这个三席的这个不分区立委啊 那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想先来行销一下宏威 宏威我们看到这个小党的这个空间 你现在这样怎么看呢 那再者就是你觉得在这个立法院长王金平 那么他要如何扮演好他那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刚刚讲五胡乱华 最主要就有两大党 另外清明党可以组党团 台联三席组党团 另外吴蒙除非陈雪生 因为他是用五党籍去参选 除非他后来再去加入清明党 因为原来宋先生希望他能够批清明党 但他最后选择五党籍 那我不晓得他未来是到清明党呢 还是回公民党 我不知道啊 那如果说吴蒙他也可以成立一个党团的话 就是有五个党团 我刚才讲说五胡乱华 未来立法院可能声音非常多 那当然他有一个就是说 他比较正向的是一个多元的声音 但是未来的议事运作 我觉得这个王院长以后啊 他可能责任更大一点 那议事运作的部分我请教您 国民党有些老将落马了 您刚刚讲到林义士他这一次没有选上 这个本来的五连胜的嘛 结果这次没有成功 这个林党上选了 那我们再另外也看到 就是说这次国民党也推出很多不分区的立委 那他们其实非常强调 就是说照顾弱势的这个族群 他们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因为这些都是属于专业啊 不管是社服团体的 或者是环保财政啊 这些我相信他们都会比较坚持自己的意见 所以未来啊 我常常在讲 其实政府不管是行政部门或者是立法院 他事实上就是一个利益的分配者 这利益大家觉得很难听 不对啊 就是一个资源的分配 但是他要公平公开透明 而且符合正义 所以他将来这个政策上不能偏非任何一方 所以你在整个的团队运作的时候 基本上还是要去符合跟遵守 那个党的一个大的方向 那否则的话 说实在我们我们几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 比如说我是社服团体出身 我只在乎社服的利益 但是我可能不管财政 就财政赤字的部分 那这样子也不行 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整合 在义势整个运作 我刚刚讲说 可能会有五个党团的出现 那未来这个义势运作要怎么平顺 那另外在国民党 虽然他的席次超过二分之一 那他那个运作非常重要 因为过去长期在国民党团里面 以前是曾永泉和林义势 那他们现在都不在立法院了 那王金平他终究是立法院长 你看他在过去 为什么很多人也很指责王金平说 哎呀你怎么会这样 那王金平说 哎呀不行啊 我还是要去尊重其他的党团的意见 所以未来国民党内部 他要怎么样去培养一个 在国民党团内部去协调的人 非常重要 但对不起让我有一点点时间去补充 刚才在讲到刺客 我刚刚讲说刺客 它不能只成为一次的刺客 你知道我们这次到了中南部 那这次他们开出很漂亮的成绩单 但是如果这些刺客 他就回到中央了 他后来就走掉了 那你下一次是还要再找一批刺客吗 还要选得那么辛苦吗 所以当这次看到 不管是苏聚斌陈义珍 或者是江景臣 江景臣他已经当选 或者郑立文 他们这几位刺客 开出很漂亮的成绩单 但是要马上想到说 未来要怎么去经营 我举一个例子 在民进党上一次的立委选举的时候 他们派出萧美琪 萧美琪也是空降部队啊 但是他开出很不错的成绩单 所以当时花园很多人在 如果说萧美琪继续经营的话 搞不好这一席就是民进党的 可是问题是萧美琪 因为立刻部分区有名字 他立刻回到中央去了啊 对不对 所以就说他的地方完全空掉了 那所以我这次就 我真的是一个善意的提醒 这也是我听到 在国民党这一次 他们有一些基层在浮选的一些声音 他们真的非常担心 当刺客回去了 这个又空缺了 下一次的战争 那到底那个人在哪里 那下一次是不是还要选得那么辛苦 苏西斌 苏西斌会在台南蹲点 是 所以说这个刺客真的不能去 不能只是当人行力牌 就是说要选举了 就把他们推出去了 然后或者像抓公差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警官兄刚才特别提到 就是这个刺客 其实扭转了很多 大家对于政党的一些形象 那所以说包括了这个 在淡水的何博文也选择 哇那真的是选择太精彩了 那所以非常的不容易 那某种程度呢 可是他到底对于形象的改变 能有多少加分的作用 国民党所提的实名刺客 只上了江启臣一名 那当然有的地方 实在太艰困了 但是实在也能够拉近的不少 像苏俊斌那种拉近的那种方式 这也就是马英九 只歇为赢了80万票 这些刺客鞠躬绝尾 分别丢在中南部这些地方 所以陈以珍等等的 这都是史上国民党提名 拿到票数最高的 虽然没有打胜 但是所以这都是 也帮助了这个总统的选举 那我是在讲 能够扭转形象有多少 可是我们还看到国民党 在北部地区 还是有提出一些 像张信的这种立法委员 在中部地区 还是有提出像蔡信 这样的一种大金牛的委员 那所以这个东西 就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说 其实改革 这过去的四年 有太多不足的地方 我觉得未来的四年 要改就真的好好改 是不是能够一次的 像马英九自己嘴巴说出来的 脱胎换骨 我相信这是全民 很大的一个期待 待会儿回来 我们会继续来讨论 就是未来的内阁新布局 谁会接掌隔魁 现在有人呼声高 点名到了陈冲 我们马上会来讨论 也讨论 我们感谢您的面相伏